這次布吉島 改改的方式 不再用拍攝後再調整旁述 試試用VLOG的形式 剛才在機場租車後 現在又開出來 回到一些文店 辦理租車手續 阿摩太太 現在拍攝下車 究竟有多完好才要做 第一站是來回巴通市 巴通市基本上 布吉島人都來過 我來很多次都好 基本上第一站都是停留在巴通市 以前住最多都是巴通市的酒店 以前巴通海灘 路邊擺滿大型重型的電單車 要租給人 所以這個是吸引我們來的原因 但現在你見不到 已經是沒有了這些 超級重型的電單車 改為有的租都是租到綿養的 巴通市 全民街摩托 看看旁邊的美女 來之前還未預訂到 頭兩萬酒店 大安止意 布吉島酒店多的事 打算來到才預訂 誰知道 找了張韻整個下午都找不到 最終找到一間 差不多去黃昏 才有房 在收拾東西 所以趁黃昏 來到巴通市 最近夜市 其實還未夜的 他已經開始做生意了 很多外籍人士 我老婆想買一杯果汁 我老婆想買一杯果汁 看看這裡多少錢 不知道用50元 這個夜市 有個頂的 很乾淨的 現在還未夜 黃昏時間 有很多海鮮 很多海鮮 芒果糯米飯 99匹 這間是小炸的 不過都是50匹 有些是100匹 一串 好像天婦羅一樣 因為我們還未吃晚 所以來這裡 看看有沒有輕盛 這間賣水果 我包好了 很漂亮 雞腿35匹 雞塊50匹 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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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不吃 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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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隻雞 嘩 這些蝦 這個更好 四十塊 四十塊 這裡整隻雞 它叫焗雞 300匹 整隻焗雞 這些好像好吃 這間是串燒嗎 不是 這間燒什麼 燒排骨 還有把芝士燒到薯片裡 還有把芝士燒到薯片裡 這些夜市都是地道的食物多 你看看 很多人已經 還沒天黑 就已經在這裡光顧 光顧 光顧 可能對它在巴通海丹 那邊那些 比較正統一點的食店 可能也會影響 因為印象中 這個夜市以前是沒有的 就是我十幾年前來的 這裡是什麼 這個是 春卷 春卷幾錢 多少錢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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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哇 這些燒海鮮 真的想吃 看看有什麼 燒整條魚 燒魷魚 燒蝦 燒這些海鮮 一杯殼類的 哇 我打算今晚就吃這些 一邊燒 再加調味 這一個就是巴東夜市 其中一個市集 我們本來只是吃一點點東西 但是這裡也鋪了一陣 雖然都已經很豐富 我們打算 回酒店 放了一些東西 之後 去一些比較大的市集 酒店 就難看完 都晚了 所以馬上來 另一個夜市 一個 Center Beach的夜市 去吃飯 這個夜市 可以見到 它像一個 大排檔 隔壁多一點 但是很棒 就有人唱歌 在那邊 看到有人唱歌 看到後面 現在 怎麼看 這裡 這裡沒有剛才這麼多食物 但是 就整潔一點 這裡 這裡有幾個美女 來 這次 不僅眼睛去旅行 是眼睛去吃冰淇淋 這裡有些Pancake 這一檔 好像是一些串燒 看得像的環境 一邊唱歌 那些大排檔 至於食市旁 就有一些 未排的干貨市場 這些不是很特色的東西 所以這個夜市 也不會吸引很多人 就是原因 打算買什麼 芒果蕃茄 是芒果型的蕃茄 還是芒果味的蕃茄 芒果味和芒果型的蕃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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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很噁心的 你去認證 這檔有點特別 有些蕃茄 有些蕃茄 有不同的形狀 看來看 又有些斬鑊 又是買T恤 上面黑色的也挺漂亮 多少錢 開頭說四百 然後 他一轉身 見了二百五十 最後還是決定在這裡 快快去吃一餐晚飯 因為這個平民大排檔 在後面有人唱歌 後面有人唱歌 平民大排檔 只有一些東西都可以吃 然後又有東西來 然後是蒜蓉包 另外又叫了雞蕃茄 還有通風菜 這杯就是 果汁50匹 我叫了椰青 也是50匹 今餐就算是這樣的 結果我們訂了這間 Merrydead Phoket 這個酒店 這是全民宗一間 很漂亮的酒店 我們以前來的時候 都想住 但一直都沒什麼緣分 典型很大的度假酒店 真的大到 只是Lobby Area 已經比香港很多 五星級的酒店大很多很多 只是走回外圍 你都要走十幾分鐘 來到泰國有好處 就是你肯定有很多 停不掉的陽光 真的很舒服 很開心 大約現在 這裏的時間 11點多 已經有人在游泳了 而這間酒店的特色 就是這間酒店自己也有很多商店 很多商店 各式其式 甚至你可以在這裡做晚裝 做西裝 那這一邊就是Shop 這一邊 我們看真點的泳池 這間酒店有兩邊泳池 這間是優閒式的泳池 Yakuchi 大小泳池 去到這麽大型的度假酒店 其實我最有興趣的 都是它的戶外的area 特別是這些泳池的地方 所以 再和大家看真點 雖然當然是那句 大家未必有空來 都是眼睛看過 當去過 這裏的房間 基本上 都是有露台 看著泳池 我們房間 都是其中一間 大約在這個位置 我們房間 都是看著泳池 跟很多布吉的酒店一樣 你如果不喜歡在泳池的話 都是跟著沙灘邊 這個好處 我少數可以這麼容易 甚至乘坐輪椅 我都很容易來到沙灘邊 哇 大家看看 這裡還有 有飲料 一連游泳 買點飲料 然後坐在沙灘椅上 享受上午 非常好 我太太和我工人兩個 傻傻地互相拍 很好看 這樣 你要這樣才好看 肥子 不要這樣 真的 而這個位置 就是我面向沙灘 背後看到 整個酒店裙 很大 很舒服 很美 基本上就是 每一間房間 露台 看著泳池 甚至看著海景的沙灘 所以這間酒店 我憧憬了很多年 我們今次出資有機會來到 我絕對推介給大家 而最重要就是 好像我這樣 坐在輪椅 無障外的話 她都可以 真的 walking around 整間酒店 都沒有問題 非常好 在接近黃昏的巴通市 哇 你看看 看一看那邊 多美 哇 合輯是一個 很多坐著Budda Bike 很性感的女孩子 有很多食物 這個 這個應該就是 Pattong的夜市 現在我們打算去 這個Big C Extra 再買點東西 接著拍下車 就去剛才經過的那裏 去巴通夜市 Pattong 這個Big C Extra 那裏 都很大 比另外的Suffing Mall 所以會發覺 你在Pattong 逛街 對地道路也有 現在你想走一些 比較靚街 靚景色一點的 亦都有的 Big C Extra 裏 都不佛一些有牌子的店 今天這間Coach 就在做這個 低折五折 那就不用審了 我當然不會特別鍾情這些 因為真的不懂 你看看 哎呀 我太太 已經走進去了 這個包包 如果香港大約四千多元 今天 二千元買到 好了 晚上我們來到這個 巴通夜市 今天 不能步行街 巴通夜市 都主要是吃為主 又是 五十匹的魷魚 今晚我們先去吃海鮮 看他們就這樣 就已經在店裡吃了 這些是當地的小食 看一下 這個 雞肉奶落披薩 都是 15匹一件 大家用兩大件 這些 韓國辣子雞 韓國雞 也是15匹一件 這個似乎是一些雜 是 是 這個 骨頭大 不肉 都是25匹一寸 而已 好了 芒果糯米飯 我昨天變得到 就是99匹 嘩 這裡比較小 50匹 這杯是甚麼 金的沙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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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錢 25匹 很甜 阿尼仔那裏有 芒果糯米飯 50匹 哪個 這裏 我直接做的壽司 挺漂亮的 有鰻魚 其他我看不清楚 是甚麼料 但都挺漂亮 有八爪魚 有蟹子 這個巴通夜市 有個門面 這個門面 大家有沒有想起 像哪裏 都像我們廟街 廟街的排面 他們在外面看 但這裏實真是一個廟 他們真的有一個賣神 又看適合 他們看 有甚麼 原來是 泰國甜品 這個有 師生 你看 這是甚麼 芑菇力 巧克力 抖 抖 抖 市集 另一邊 都是有瓦遮頭的地方 另類的酒吧 這是另類的酒吧 一支支酒就賣了 這個怎麼會有餐牌 蝦 生蠔 蝦生蠔 蝦生蠔 蝦 蝦 我們叫一隻龍蝦 令我們貴精不貴多 叫一隻八爪魚 一隻大虎蝦 都是燒的 OK了 這間酒店 其實是由 Mariot經營的 Mariot經營的酒店 有個好處 就是 它的早餐真的很多 食 它的早餐是自助餐 但你看到 它的範圍很大 而且還多吃過 某些酒店的自助餐 而且它的用餐位置 是很大 很多地方 這裡吃早餐的地方 戶內戶外都有 戶外圍著泳池邊 你看到它不是很熱 所以不少人都會很喜歡 在一個 圍著泳池邊的外圍 吃早餐 我們昨天已經坐在戶外 今天就在室內坐一下 這就是我們的酒店 主間房間的景點 看看有泳池 還有沙灘 陽光與海灘 剛才那段VRO 就是我這段影片 特別請了一個嘉賓 就是我老婆大人 大家包容一下她 說到 不停的 畢竟她是第一次說的 跟觀眾說一下 嗨 對了 就是她了 第三天的酒店 轉去Poket Town 經過這個 現在很文明的 Central Poket 這個大購物店 當然來到潮拜一下 你看看外圍 嘩 多厲害 她真的很大 而且是很多名牌子的產品 Central Poket 這裡其實有兩個 一個是Central Poket 一個是Central Poket 一個是Central Poket Festival 現在我們先進入Central Poket 這個比較多名店 如無意外的話 Central Poket Festival 那邊 就比較是 可以大眾化一點點 所以 這裡我們都是看一看 因為我們來到這裡 都不會只要是行零店 甚至你來到 布吉島 你都沒有理由 只掛著行這個購物店 雖然這個購物店 真的很大 很美 去到哪裡都有DJI 我都很久沒有見過 全線系列 DJI的 不同的飛機 大小產品 你如果 沒有帶航拍機來 不要緊 立刻在這裡 買一部航拍機 立刻飛 從Central Poket 走過這條Skywalk 就可以過到另一邊的 Central Poket Festival 推斷沒錯 這一邊 而且確實 商店的牌子 是大眾化一點點的 我挺喜歡它的設計 就是它 兩個商場的定位 是很清晰 一邊是比較高消費 一邊是比較平民化 所以你可以同一次行街 兩樣都有齊 不用特別去哪一個商場 這樣 我們在Central Poket Festival 吃了一點食物 之後 就出發去第三天 這間新訂的酒店 路經 Poket Town 街道 你見到 掛了燈籠 裝飾 挺中國化的 說這麼快 我便到了這間 Court Yard by Marriott 一間家庭 一大一小床 好 看看景色如何 應該沒有特別的景色 先看看 布吉湯 這就是我們 酒店房 看出去的景色 這裏打算是我們 會出去逛逛的景色 這裏有舊城 可以逛逛 今天我們不太晚 就來到這個青蛙夜市 因為青蛙夜市 我看過的資料 是為何分別的 有兩邊的 一邊是吃東西 一邊是賣東西 所以早點來逛逛 或者未夜 已經是吃東西的人 不愧為布吉島 一個很知名的夜市 很快 我太太找到她的目標 看見什麼 很少魷魚 剛剛我姐姐告訴我 這一檔 女孩子很美 所以我絕對 拍照這個女孩子 是不是真的這麼美 大家說呢 這個夜市比較特色 這是蕭成的蕭菇 這是蕭成的蕭菇 這是果凍來的 應該是 蕭成的蕭菇 對 果凍 一個是10匹 泰國的椰子糕 自己製的 我試一下 這裏 這一檔 一會兒會買 蟹 看看 80匹 你看看 已經弄成了 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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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蕭甜 這個200匹 我比較少見一點 就是這個市集裏 有腳底按摩 是不止這檔 其實剛才已經經過了一檔 這一檔有些新東西 真的沒試過 敲海折 順道拍攝 不要只拍攝 拍攝美女 這個美女 又會怎樣呢 初步觀感 這個夜市 真的很多人 很特色 不過通道比較窄 輪椅 就要耐心一點 慢慢走才行 Court 1的早餐 在Mariot下面的品牌 早餐真的很多東西吃 用餐地方很大 亦都是很光猛 看到一個城市的景 因為我們晚了 所以反而更少人 更舒服 更舒服 下午 我們打算走 Poket Town 內 一些舊街 但是 初步印象 可能有點失望 因為 它是一些 舊程建築 但是 商店全部都關了 除了這間 這間是賣什麼呢 芒果汁 走到這裏 又有一個 大的牌坊 火太座 這個建築挺漂亮的 但是 我怎麼看都不知道 它怎麼看 在哪裏 它說 很多 外面的裝飾 是很仔細的 但是 我反而對這些 這些 很有感興趣 現在華登初上 又到了我最喜歡的時刻 就是這個 所謂的 Magic Hour 或者Train Night Moment 現在我們出發 吃這個 在布吉島 這裡 停留最後一晚的晚餐 因為明天就離開了 所以今晚會吃好一點 吃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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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我們最後 在Carrant Beach 選了一間 旺中大剩的餐廳 氣氛不錯 最後 這個行程 做一點點 我十幾年前 的時候 Carrant Beach這邊 真的很安靜 不要說我二十幾年前 真的 如果你下來吃東西 它們真是當你是 雄欣浩蕩 但現在 Carrant Beach 已經是 拍得住 巴通那邊 你真是猜不到 我們以前覺得 Carrant Beach這邊 是否不能攪拌 是否永遠都是這麼安靜 但現在 發覺不是 人家的夜市 是越做越好 不過這樣 抽水是否很公平 因為各地的因素不同 當然我們都不懂 教怎麼做 不過我只是覺得 其實 這個所謂夜 繽紛夜市 所有人都是偏向於一些戶外 熱鬧一些的氣氛 而不是商場 我們熱鬧辣也好 都是prefer在外面走的 還有 有一件事 其實現在 布吉島的酒店 真是不便宜 真是 但為何依然這麼多人 來呢 不過不要說這些 這些是我們考慮的 我只要一件事 即是一個 駕駛用者 我覺得這次 布吉島 都沒有令人失望 大家如果 可以考慮一下 想度假的話 不妨是一個 好的地方 好了 後面有傻婆 我講到這裡 跟大家說 拜拜 拜拜 吃東西了 開餐了 我回去了 拜拜